哈喽,同学们,我刚刚在用这款新的APP查找单词呢 诶,说到查找,同学们知道它的英文表达是什么吗?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此组lookup由look和up两个单词组成 先来看看单词look 字母组合ook的发音是ook look 在单词up中,字母组合up读作up lookup lookup lookup是一个动词短语 可以表示在词典中或通过电脑查找查阅 有了这个电子词典 I can look up the words 我可以查找单词 除了能查找单词,这款app还能查阅例句 I can look up sentences on this app 我们可以在这款app上查阅句子 真是太方便了 我们用这个app来查查lookup这个词组吧 诶,除了可以表示查找查阅 它还有拜访看望的意思 我们通过例句来学习一下这个用法吧 She said she would look me up 她说她会来拜访我 诶,等等 lookup还有个词译我们可不能忘了 lookup也能用来表示仰望向上看 比如 lookup at the blue sky 仰望蓝色的天空 今天天气一点都不冷 我奶奶硬是让我穿上外套 真是多此一举 阿道 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奶奶也是怕你着凉 你可不能这样说你奶奶 We should look up to our grandparents 啊,去拜访我们的爷爷奶奶 大家都没想到吧 此组lookup可是有尊敬这个意思的哟 后面常跟着to 构成lookup to somebody 这个固定用法 表示尊敬某人 那么lookup to our grandparents 就是尊敬我们的爷爷奶奶的意思 整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爷爷奶奶 怎么样 lookup是不是一点都不难呀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词组lookup怎么记好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 单词look的意思是看 单词up的意思是向上 它们合起来也就是向上看的意思 当我们不理解一个知识点时 我们可以向上求助于更权威的词典 查看更全面的资料 来学习相关知识解开疑惑 因此lookup有查找查阅这一词译 也就说得通了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当我们去别人家里登门拜访 也就是到别人的府上去看望 因此lookup有拜访看望之意 是不是也就不奇怪了呢 而尊敬这个词译 可以这样来理解 大家想想看 对某个人十分尊敬时 我们是不是会抱有一种 从下往上看的心态呢 lookup的词译是有不少 经过这么一分析 大家是不是就清晰多了呢 遇到不懂的知识 大家可要多多lookup 我们下节课再见了 bye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